8月7日,香港警方会见传媒时表示 香港金汇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贤 六日在深水部被拘捕 警方从他身上搜出十支雷射枪 这种雷射枪在最近的暴力事件中多次出现 它发出的绿色光线可能会导致永久失明 警方人员在现场做了演示 受雷射枪照射的纸张 10秒内出现冒烟并有烧焦的迹象 由此可见 这种雷射枪带有高能量 被照射到会招致伤害 警方人员表示 雷射枪发出的光线不仅妨碍警方的工作 还可能对警方的势力和自身安全带来影响 在很多时候 在我们以往一些比较暴力的事件里面 我们都见到有这些雷射的光线 是这样在那个环境里面出现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漂亮的嘛 你们觉得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的工作是很阻碍的 阻碍都不要紧要了 但是最危险的一件事 我们也都有不少的同事 因为一件事 眼睛是受到伤害 就会第一时间 就有一点闪盲的现象 就是说暂时是看不到东西的 对自己的工作 甚至对自己的自身安全都有影响 据了解 六日晚间警方在深水部区 截查一名刑迹可疑的男子 面对询问 该男子企图逃跑 被警方阻止 后在他手持的交代中 搜出实质雷射枪 警方已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 拘捕该名方姓男子 事后证实 该男子是进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